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飞机在的够不够 派的够不够 能不能弄到机位 我觉得这是个技术问题 你简单就在这边宣示 因为立法委员都是第一线 那我们都有介绍台商的话 如果台商或家属找不到机位的 你负责瞧机位吗 我负责 我负责 我完全负责 我也跟委员报告 其实今天华航有飞了两架飞机 其实两架飞机现在多还有机位 对啊 那华航因为对外先生说已经秒杀什么之类 搞不像他是要代价而沽什么 不晓得或趁火打劫 不晓得 但是你说没关系 所有委员 所有民众 你打到外交部 打到我李永乐的办公室 我通通负责帮你们瞧机位 就是像我们立委平常在做的 协助台商 那就没有问题了 对 我们有直接服务的联系电话 有五支电话 我们欢迎台商跟我们联络 部长可以直打你这个天庭 可以吗 也可以 他们如果愿意跟我们办公室联系 我们都欢迎 台商找我们 我们就找部长瞧机位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过去日本 菲律宾 越南这些国家 周边国家都很恐共 可是这几年呢 因为在美国的撑腰之下 这些国家现在有一点点 联合起来对抗中共 所以整个国际情势已经不一样了 那么也因此 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啊 我们在这个当中 我们要采取什么态度 怎么处理 很重要 那比如说我想了解 比如说周美清夫人 我们的总统夫人 我去年底就听到说 他很可能 你们外交部在接洽 让他去日本 带着故宫的博宝到日本去访问 猪肉食 还有那个翡翠白菜去日本访问 因为去年我也参加日本一个会议 那么当然 我们利用这个时机 应该要告诉美国跟日本 今天如果你们要让中共难堪的话 让我们的总统夫人到日本去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故宫能所决定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周美清夫人能不能在你们的这样子一个跟美国 日本 利用这个情势打交道的情况之下 对抗中共 让我们的总统夫人带着故宫博宝到日本去展出 如果总统夫人能去表示 我们利用这个亚洲的新的情势 又把危机变成转机 变成一个有利台湾的 那我们要懂得去游说呀 那总统夫人能到日本去吗 我跟委员报告 这次的故宫的国宝到日本去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动 我们都全力的支持故宫 我们会全力的来安排 那关于总统夫人到日本去的事情 我们也在做规划 可行性有没有超过80%目前 我们是乐观其成 如果有的话你们大公一支 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提头来建 利用这么好的情势他还不会运用 我们会 我们再规划 什么时候可以明朗化 因为故宫是没有办法主导这个事情 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外说明 你有把握吗 我们再规划 我可以适当的时候我会来跟委员说明 这是我给你出的第一个功课 第一个功课 那你先来接受这个功课 接受 我看你还蛮有信心的 看起来我们总统夫人出访日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誓 第二个给你功课 我们应该告诉美国 也告诉菲律宾 告诉越南 你们要给中国难堪 很简单跟我台湾建交 你就跟菲律宾 跟越南讲嘛 对不对 你今天要整个的这个亚洲情势 如果你美国要联合日本 联合菲律宾 联合这个越南 你要来对抗中共 你要让中共难堪 最简单呢 美国你应该请越南 请菲律宾 跟我跟台湾建交 那么今天无形中 一方面对他们这些国家也有利嘛 二方面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我们跟中共之间 我们也自己有一个 有利于台湾的情势 那三方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交时机 危机变转机 那有没有可能第二个功课 你请你的驻越 驻飞的大使 去跟当地政府谈判 尤其是你们要去跟美国谈判 你们要去跟美国谈判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些国家都听美国的 其实现在对我们整体的国际环境来讲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我们跟日本的关系 还有两岸关系 其实都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现在跟菲律宾的关系 我们跟越南的关系 你答复我第二个功课 你觉得这个建议可否 我想我们还是要了解整个国际的环境 但我们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所以你第二个功课没有新来接受 你觉得很困难 对不对 不像你答第一个功课那么爽快 我觉得我们要了解整个国际的环境 外交是一种可能的艺术 我们希望能够来提升我们跟这些国家的关系 这是我们愿意来做的 但是我们也是要同时要考虑到周边国家 其实包括中国大陆 其实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经贸伙伴 所以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 最后一分钟我请局长也一块上了国安局的 局长一块上台 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两个部会一起答 因为在国安局的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 因为整个南海的新形势 就是美国在后面撑腰 所以像菲律宾 越南 包括东北亚的日本 可能现在形成一个阵线对抗中国大陆 所以刚才部长讲到一眼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宣誓 我们到底是要加入美国这个阵线 然后对抗中共还是站在国家安全最好的立场 我们应该在这两个当中 在中国大陆之间 跟在这个阵线之间有理 保持对我们有利的环境 刚才林部长答的是说 我们今天要比利亚跟我们建交务 我们也考虑我们跟中共也保持一点关系 那在这 我们也不要搞坏跟中共的关系 到时候在这边也许左右逢源 那国安局的建议跟看法呢 报告委员 我花个两分钟给你报告 从2002年中共跟东协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之后 中共其实是非常刻意的去扩张它的主权跟它的领海 那么在作为上是比较激进 那么越南是在2012年的时候 它通过了领海这个法案 那么把西沙 南沙都纳入它的主权跟领海 那么这两方的争议其实都必须国际法律途径来解决 那么今天的华游跟纽约时报讲得非常的客观 单面两方的冲突并不代表大家的意见 所以应该寻求中立第三者的立场上来看 所以依据我们中华民国最大的国家战略利益来看 我们应该保持中立 而且我们的东海和平倡议给我们带来的利益 我们可以比照放在南海和平倡议 这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民主情节 还有两岸的问题关系 所以有些人主张说我们应该加入这个阵线 可是刚才听到两位首长的打法 就是说如果对台湾国家安全最有利的方法 我们应该是站在中间两边逢源 应该是这样子 而不是任何去加入某一边的阵线 是不是林部长 我们是要维持一个适度平衡的关系 不过有一点要跟委员特别报告 刚才陈委员长刚刚告诉我 那位失联的台商已经找到了 好谢谢你 好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